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6点升幅9.2% 港股暴跌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过去两周累积升幅巨大 从上周四恒生指数一度下跌 达1000点反映获利回吐压力不轻 但由于憧憬A股加期后 可以带动港股进一步上扬 所以好友继续把港股推上周一高位 23242 不过周二港股没有跟随A股上升 令好友大失所望 还有让市场感到失望的是 昨天召开的过新 办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弱于于市场预期 加上周一 美国十年级国债收益率升于四离 以至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高 都是导致跌势的原因 美股昨天止跌回升 收服上日部分失地 道指收报42,080 上升126点 升幅0.3% 标普500指数收报5,751 升55点 升幅1% 纳指收报18,182 升259点 升幅1.45% 主要受大型科技股上升带动 NVIDIA升约4% 创一个月来最大 单日升幅 市场关注 今晚联储局发布的9月 议事会议记录和明晚公布的通胀数据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 联想集团股票代号992 联想集团于截至2024年6月30日 指的季度创下新的业绩里程碑 主要归因于混合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 其集团以服务为主导的转型 持续取得成功 其内收入达154亿美元 同比增长20% 为过去两年半以来 首次录得双位数增长 而股东应占毅力 只增加38%至2.43亿美元 经营现金流量增长22%至7.911美元 在基建高端产品及服务的强劲表现 推动下三个业务集团的收入 均录得双位数增长 集中智能设备业务集团 收入增长11% 主要收费于商业销售回升及需求转向高增值产品 该业务集团将其高端个人电脑组合提升3.4个百分点 并自商业分布获得近70%的个人电脑收入 对平均售价产生正面影响 带动经营益力增长27% 分布益力率增长92个基点次 7.3% 处于其历史区间的上限 基础设施方案业务集团季度收入 首次突破30亿美元 增长65% 该业务集团的全面产品组合 包括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有助吸引新客户 生成师人工智能应用产生的推理需求 以驱使通用计算四复器升级 另来自于服务供应商的计算收入 录得强劲增长 方案服务业务集团录得收入 19亿美元增长10% 为连续第13个季度 录得双位数增长 经营益力上升10%至3.96亿美元 经营益力率达到21% 稳居所有业务集团之首 占三个业务集团合并经营益力的三分之一 个人电脑业务虽人为集团核心业务 但现实非个人电脑分布 占三大业务集团总收入的47% 创历史新高凸显 集团早期推动混合式人工智能策略的成功 转弯未来 集团将继续积极发掘多元化的 混合式人工智能增长机会 同时加快转型步伐 建议满路价10元 目标11元 止损为9.5元 个人没有 建议满路价10元 目标11元 止损为9.5元 个人没有 只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部的每日外国实况 日经方面 日经225指数跌1% 报38937.54点 度值方面 周二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倒值涨0.3% 报42080.37点 标普500指数涨0.97% 报5751.13点 纳值涨1.45% 报18182.92点 英特尔涨超4% 赛富士涨于2% 零涨倒值 英伟达涨超4% 特斯拉涨于1% 中概股普遍下跌 金科能源跌超20% 大全性能源跌跃20% 国内A股方面 周二 三大指数均高开于10% 全天不同程度回落收假阴线 创业板指回落幅度相对较小 盘面上 下午盘市场波澜不惊 大资金与增量资金筹码交换速度加快 市场创出近3.5万亿的超级天亮 双创及北交所个股弹性优势更受资金追捧 创业板指近6个交易日 飙涨66% 红利资产则拖累户指 日内超700股涨停 但同时也一度超1100只股票涨停榨板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涨4.59% 爆3489.78点 深圳城值涨9.17% 创业板值涨17.25% 北镇50涨24.71% 科创50涨17.38% A股全天成交3.48万亿元 续创历史新高 美元方面 周二纽约尾盘 美元指数跌0.02% 102.46% 非美货币多数下跌 欧元对美元涨0.05% 爆1.0981% 英镑对美元涨0.16% 爆1.3104% 澳元对美元跌0.15% 爆0.6747% 美元对日元涨0.01% 爆148.2% 美元对热郎涨0.35% 爆0.8573% 离爱人民币对美元跌25个基点 爆7.0740% 石油方面 周二国际油价全线下跌 美油11月合约跌4.2% 爆73.9美元桶 布油12月合约跌4.16% 爆77.56美元桶 黄金方面 周二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跌 COMEX黄金期货跌0.95% 2640.6美元盎司 COMEX白银期货跌3.48% 30.89美元盎司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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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